沙特人喜欢开party的那种镜头 不,我老公家喜欢开party的那种镜头 还有他们那种赴约精神 我总算是深刻的领略到了 我真担心你到后面我说出了真相 我会被兔木心思淹死 我们先把时间先拉回星期四好不好 星期四我和大龙两个人去打疫苗 不有一说一啊 在风斋的时候跑去打疫苗 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你想啊,打完疫苗最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喝水呗 咱们打完疫苗就是不能喝水 你说打了就打了吧 总觉得也不会怎么样呀 又不是第一次打 结果我就当天晚上开始发烧 烧到第二天 我是通过自身的免疫力 没有喝药的情况下 自己就好了 但是肉热它是持续在发烧 一直发烧到第三天的时候 没有办法 我们就把它带去医院了 医生的检查结果呢 我也听不懂 大龙转述的就是不用打针 然后它有炎症 消炎 退烧 我们就回家休息 因为晚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会 就是大龙的哥哥呢 他要宴请很多人 那我就在家里提前做准备了呗 就在这个时候 大龙也开始发烧 发烧到差不多晚上八点多钟 他自己去了医院打针 我跟他发信息的时候 肉肉也开始发烧了 司机就把我们送到医院里面 跟他们去会合 去了以后我才知道 他的侄儿 侄女 都在那个医院 而且都打针 看来大家都是挺难受 挺不舒服的 那不是应该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吗 他们不 他们为了能够正常出席晚上的宴会 就跑去医院强行干预 正常的流程是应该 我们先看病再休息 然后把自己的一些约会取消掉 这一个个都在生病 而且还新鲜热乎的 完全没有取消约会的打算 取消这种邀约 是件很严肃的事情 除非路都走不了 大龙和肉姐都发着烧 还是去赴约了 我那个心啊 就是悬得七上八下的 在沙特请客啊 开party 真的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学问 人多的情况下 如果你漏请了谁 那你真的是彻底把这个人得罪了 如果你不是故意漏掉 很有可能会为了这个人再开个局 沙特请客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交标志 形式上也分不同的规格 有隆重的 有普通的 受邀范围 它也是分扩散的 也分集中的 因为身边的人多少都有一些亲戚关系 有的甚至又是亲戚 又是亲家 朋友的朋友 亲家的亲家 这个跟那个关系不好的 那个不愿意跟这个做的 反正请客就是一个烧脑体力活 大哥这次请客的综合原因是 第一 因为是过节 第二 我和大龙回来 第三 四姐身体刚和康复 然后NBA的考试过 哎 party上我也没什么心思 我一直跟人家去搜索 人也疼多 80%我都不认识 亲戚 亲戚的亲戚 亲戚的亲戚的亲戚 他们从一个聊天 坐着八卦的厅 换到一个饭厅去吃饭 我就进去跟婆婆打了个招呼 然后一直在偏厅陪着肉肉 因为我不希望肉在户外 跟其他的小朋友玩 第一 怕他的病情加重 第二 怕他传染给其他小朋友 我跟小助理就一起守着肉肉 人家给我们断来什么 我们就喝什么 我几乎没怎么动过 所以拍的素材比较少 吃完饭以后呢 大龙就跟我发信息说 一起回去 我估计大龙那个时候挺不舒服的 而且吃完饭以后 就差不多接近尾声了 已经差不多12点了吧 各自出门找老公回家了 我们倒是没有缺席啊 像这样带病坚持上岗的人都少 你说带病参加宴会的人多吗 好 散会 好 散会